要不要喝水 喝水要不要 热情的向来往民众与表演团体提供边凉的矿泉水 在疫情解封后 今年基隆中原季水灯头花车游行圣达登场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特别在爱山路 金融邮局全设立茶水站提供茶水服务 民党立法委员参选人曾文廷议员 也现场发送大师清晦的擅置 并向市民争取支持 我们民进党对这些组分的融合都非常重视 所以今天也是跟我们这个游行 象征着我们基隆市的文化 无形的文化之宅 所以我们非常的重视 所以特别我们在这个我们基隆市的爱山路的游戟门前 我们跟我们的立法委员候选人郑文廷 一起在这边提供我们的茶水 那么给大家过路有型的这些我们的基隆市民跟来宾 我们共同在这边庆祝之外 能够提供一些矿泉水能够给大家来解渴 那大家也都非常期待 看各中清晦的这一个水针头能够有不同的一个面貌 那我这边也在供水站这里提供了矿泉水 还有我们大师清晦的这个限量的这个基隆的扇子 可以给各位朋友带回家收藏 那我相信大家都可以一起共度一个美好的中元季的一个夜晚 担任首席顾问的立法人蔡世英 则沿路向民众请来问好获得热情欢迎 从去年底就协助轮值主谱郭信中庆会争取中央补助经费 在台风来袭前夕 才适应期盼中元季活动一切顺利 也呼吁市民支持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参选赖清德 及立法院参选人郑文廷 那虽然这也是因为是换了新市长的一个主办 但我相信整个主办的流程跟过往一样 应该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那我想主要中元季的活动的重点 就是在保佑所有我们的金融市民 大家都国泰平安 那我在这边也是希望整个活动顺利圆满 那虽然有台风接近台湾 但我也保佑这个整个台湾 也希望这个台风经过的时候 来了十多雨 但是不会有相当的灾害 也祝福说今天现在的活动好朋友 大家身体健康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说 我们今年度有民进党有新推荐的 我们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还有立委候选人郑文廷 他们都非常努力 那刚才郑文廷未来的郑委员 也已经向出了中清会一个人去拜访 那我也相信中清会也会来支持 最认真努力的郑文廷 国民党总统参选侯友宜 及立法人参选人林佩祥议员等人 也碰巧经过民进党茶水战 双方展现民主风度 彼此加油打气 周文廷强调 中原季活动代表台湾拥有信仰宗教自由 他会与赖清德一起守护台湾的民主自由 让政律上场争取基隆最佳利益 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 中原季活动代表台湾拟异 親父母的调用 永烫中油 ünde ibilidad